刚刚我们的例子是 正列 但是正列往往你会做到一些像搜寻啊 或之类的动作 那正列搜寻 你用for回圈就可以做得到 用for回圈 OK 那所以如果说 你要搜寻出某个人 你可以 可以把那个 正列的那个内容 用.equals函数 去跟你目标的 的那个 字串做比较 像我这边搜寻的目标字串是二毛 那比较如果相等的话 它才会进去列印 这样就可以做类似查询的动作 但是这个例子 我想在这边就不做了 因为 因为好像 输出就一定是二毛 然后电话和年龄 就这样而已 那没有 没有太有特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正列比较常用的像 向量 还有二维正列 那这些东西 像这里是一个二维正列 所以在Java里面当你要宣告二维正列的时候请注意他要用两个中括号 那如果用三维正列呢 当然就三个中括号 那这是比较写长一点但是应该是可以接受 那C语言也是这样嘛 对不对 C语言二维正列也是用两个中括号 对不对 三维正列也是用三个中括号 是这样吧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有点忘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是把二维正列印出来 所以他执行的结果像这样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程式呢 每次都要建立专案会有一点麻烦 所以我不再建立新的专案 那我这样做就好了 我在这里new一个新的class 那这边我就array to 直接finish 那这时候呢 我就把这一个程式贴进来 但是各位会 如果直接执行的话 你会碰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个man 这里也有个man 他要执行哪个man呢 诶 有诶 他还蛮聪明的 在这里他就执行这个 在这里他就执行这个 所以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我就不用去管man的问题 如果有冲到的话 一个专案其实照理讲只能有一个man 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他是run array1 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run整个专案的话就不一样 如果你是run整个专案的话 那他就不知道执行哪一个man 但是因为你现在他这里预设是run array1 所以就没有问题 那这里会执行刚刚那一个 那这边会执行阵列的这个 那这里这个阵列的例子 就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印出二维阵列这件事情 可以让各位练习一下二维阵列 那待会我们会更进阶 那这些我们把把阵列啊做 比如说做加法做承法做线性怠速之类的 这种矩阵相乘 那我们会给各位例子 但是现在请各位先把比较简单的 二维阵列列印先看清楚 那这个例子请各位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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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